大家好,我是水羊 今天来看几款南式的皮雕 外壳的话都是山羊皮的 然后毛领的话基本上都是水雕整雕 里面的话有整雕的,有拼雕的 这一款是黑雕的整雕 毛领的话是银蓝灰雕 上升效果看一下 一个恰克板70公分长左右 这个山羊皮的话它带点亮光的 更适合年轻人一点 翻领 内胆和毛领是脱不了的 然后来看第二款 这个稍微有点特色 利翻领 也是银蓝雕的毛领 里面也是整雕黑雕 也是70公分长左右 上升效果看一下 后背 前面还是带扣子的拉链夹扣子 两层 这个款是稍显年轻 拉起来之后的效果 接下来看一个经典的中产款帽子 这是一个爆款 因为非常的简单 包括口袋前身后背 里面用的也是黑雕整雕 当然也可以用银蓝雕 用银蓝雕的话 价格要比黑雕贵一千多 一千到一千五之间 因为银蓝雕的底绒组价格要贵很多 一般正常的话用黑雕就可以了 后面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款式 是不可脱卸的 就是冬天穿的衣服 适合的年龄蛋大概40到七八十岁都可以 帽子款的话北方比较实用一些 然后就是看一个一一三穿的款式 就是内胆可以单独穿 外壳也可以单独穿 可以套在一起 中间是用吸铁石吸起来的 上升效果看一下 这个是黑雕整雕 然后毛领是银蓝的灰雕 外面是缩纹的三氧皮 也可以用米粒的三氧皮 缩纹的耐磨耐穿性更加好一些 上拉起来之后的效果 这一款是同一款刚刚才前面那一款 只不过毛领跟内胆换了 毛领换成了灰色的石子雕 然后内胆换成了银蓝的灰雕 价格的话要比前面那个贵一千多块钱 因为毛领也要贵内胆也要贵 用这种的话看起来更加大气一些 上档次一些 然后我把外壳单独穿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个立翻领的皮衣 不过脱胆的衣服的话 里面的正好的话 外面的肯定显得大的 像我穿里面的正好 但是穿这个就显得有点大 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的 然后内胆也单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衣服可以单独穿的 也可以配别的外套 穿起来就是这种效果 一个立翻领的短侠客 拉起来之后看一下 好了今天的南四皮雕整雕就给大家看到这里吧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